这个好像也好特别 当他说看见台湾的时候 不是说他在飞机上看下去看到台湾 不是这个 是他对台湾的一种了解 一种体会 体验 这叫另外一种的看见 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喜欢人叫你做一个瑕疵的 我们不会希望也不会希望人家说我们 但是你在世界上 你看不见世界上的东西 人家就会说你是一个瑕疵 但是在信仰上 你没有看见信仰的宝贵 在信仰上你应该看到的那些东西 那你也是个瑕疵 我不晓得了 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了 那你在信仰的路上 你看到些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些什么 假如没有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熟灵的下子 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 是来思想 有一些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应该看到的东西 还有思想 还有思想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看见 这个好重要 第一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看 第九章的一到三 一到三 我来再次读给你们听 耶稣要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长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 神的国 大有能力领导 这里说呢 要有一种看见 这种看见呢就是神的国 大有能力领导 我说了六天 耶稣就带着北德 雅各 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衣服晃光 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这是了 三个门徒 看到的一幅景象 在路加福音 在马太福音呢 都有同样的记载 他们说这个 耶稣不单改变了形象 他的面貌也改变了 他的面貌也泛光的 这个呢 就是第一节所讲的那个情况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呢 有人在没长死位之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领导 那有人是指谁呢 有人是什么人呢 很明显啊 但是下面 北德 雅各 约翰 是不是 然后呢 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领导 是指什么呢 是指耶稣基督 在他们面前 改变了形象 改变了模样 这个面貌 发光 发光 这个是当时他们看见的 那个形象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看 跳到第九节 我们去看第九节 我们去看第九节 耶稣 看见的告诉人 看见的告诉人 可见啊 这个面貌 耶稣当时显现的是他复活之后的那个面貌 很清楚了 这个是好宝贵的一个看见 尤其是我们再回到刚才前面 那位弟兄呢 谁把他送到 放到前面 有人说 有人在没尝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的领导 弟兄姐妹 也没有看到 这些个恩典的看见 你知道 在我们当中呢 大概没有人尝过死位的 也没有人死过 没有死过的 没有死过的 这时候没有人尝过死位 我们都没有 不过呢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 在临终之前啊 好痛苦的 好害怕的 好不想不去的 那我们就感觉到 那个死位呢 一定是不好味 那个味道一定不好 好的话呢 你那个面貌都不同的 那个态度都不同的 所以呢 但是呢 这里说 没有尝死位之前 能够看到那个 复活的形象的话 那对门徒来说呢 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我已经看过那复活的荣耀了 因为我已经看过那复活的荣耀了 所以死的味道 对我来说呢 就不是那么可怕了 是不是 所以很明显呢 耶稣让他们看见那个复活的形象 对门徒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这是好重要的看见 你知道吗 这三个门徒啊 这三个门徒 他们是怎么样死的呢 从他们怎么样死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 这个复活的形象呢 对他们呢 影响有多大 雅各先讲雅各 这个 北的雅各约翰 雅各呢 圣经里面有好些好几位雅各 不过呢 这里的雅各呢 是 约翰的兄弟雅各 也是第一个寻到的 被西律所杀的 为他的信仰而死的那个雅各 你知道所谓寻到 就是他可以死可以不死 只要他不承认他的信仰 只要他否定他的信仰 他说我不再是基督徒了 我不再是耶稣的门徒了 那他就不需要死了 那他就不需要死了 因为这是寻到 那个 避害这个门徒的人 避害基督徒的人 所要的不是要他们死 所要的是要他们 不要承认他们的信仰 所以要逃避死亡 假如他要的话 是简单的 但是呢 雅各却没有逃避 雅各却勇敢地面对寻导 可见 他看这个形象 对他来说很有帮助 我们不一定明白 因为我们没有看过 我们看过就成为 我们就知道雅各的心情了 他所以能够松荣地面对死亡 因为是这个看见 那北德呢 北德呢 是以一生忠心来侍奉主的 跟他做门徒的时候 耶稣还没有死之前 他是很窝囊的 他神去三次不认主的 他常常都 就是说表现得不是那么勇敢的 但是呢 当耶稣离开世界 他要承担的责任好重 他是教会的长老 但是 保罗怎么称呼他呢 保罗称呼他是教会的助食 什么叫教会的助食呢 教会的助食就是 有苦难来到 有攻击来到 有困难、有伤害来到 他都不救的 这叫教会的助食 约翰也是教会的助食 其实呢 这个 其实他们都是教会的助食 有困难 不逃避 这种勇敢 能够勇敢地面对苦难 面对避害 是他见过了古火的形象 约翰也是 那对约翰来说呢 不单是教会的助食 你知道约翰呢 是门徒里面最后一个死的 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呢 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就是他死的 在那里死了 在一个孤单的把握海岛 一个人在那里看到异象 人家没有看到的异象 他都看了 而且一一都记下来 那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那个 不明白的异象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一种感觉 那是真的吗 我需要把它记下来吗 它是象征圣的吗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都有好多想法 不敢很清楚的记下 但是呢 约翰因为看过这个 耶稣改变形象 这一末 这个超然的一末 所以呢 他完全地相信 他在把握海岛所见的每一件事 他都记下来 所以这个看见呢 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徒在树林的生活中 有时候 神会让他来看到一些异象 好像摩西都看过异象 是不是 那个火烧 扑灭的荆棘 以诗节 好多先知都看到异象 那有好多的基督徒 他们都会见证 他们在树林的路上 上帝让他看到一些 让他有感动 有体会的一种的感觉 我们都可以给他称为异象 有异象的人 他做工就要力量 好像圣经提醒我们 民没有异象 就会越往了 就会放肆了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 这种熟灵的看见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在熟灵的路上 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熟灵的事情 不许看见世界的事情 你看见世界的事情 你会根据世界的标准去做事情 你的教会就熟世界了 假如你看到熟灵的事情 我们按照异象 上帝圣灵的感动来做事情 我们的教会就走在熟灵的道路上 这个好重要 一个教会熟灵 一个教会熟世 是完全很在乎 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没有看到熟灵的事情 什么人可以看到熟灵的事情呢? 这三个门徒都有一个特点的 就是他们在信仰上好投入 好参与 记得吗? 那个耶稣看见 耶稣行在海面上的时候 那北德就看到他 然后呢 北德说 是你的话 就让我走到你那里吧 那耶稣走那里来了 那北德当时的反应怎么样啊? 他就跳下水啊 是不是啊? 虽然呢 走了几步之下 他就下沉了 不过呢 他还走到耶稣差不多的地方 所以耶稣把他拉起来 是不是啊? 可见他还是不当下水啊 而且走在水面啊 什么人能够看到熟灵的事情呢? 是那些愿意下水的人 是愿意逃生 逃路的人 我们很怕 很多人来到礼拜堂呢 就是来坐坐礼拜而已 坐在这礼拜 他不会下水的 他不会参与的 叫他唱诗班 叫他做诗诗 叫他做什么 叫他唱诗 这就是没有禅 这就是没有尾声 没有下水 这样的人 飘飘滑火 飘滑啊 往东话啊 这个香港啊 西门 发西门 好快就散开了 这种基督徒呢 不会有所看见 他在属灵的事情上 还是个匣子 求神帮助我们啊 什么人看见呢? 为什么十二个门徒 只有这三个人看见呢? 耶稣是不是偏心呢? 不是 是因为这三个人 尾声他们渴慕要看见 这个跟我们的决心 我们的渴慕很有关系的 好 这是第一 看见异象 看见熟灵的事情 你必须要投身 参与 我希望呢 你们在心里面 这个时候 就决定回应上帝的话 好主啊 我愿意更多的参与 那你就有看见的机会了 因为只有这三个人 是被带到高山之上 看到了复活的一幕 然后又影响他们一生了 第二个地方 我们来看第九章十四到十九节 我们请弟兄帮我们 翻到第十四到十九 第十四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许多人 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 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就剩七奇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是什么呢? 众人有一个人 回答说 父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的家里来 他被哑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 鬼捉弄他 他就把他碎倒 他就口中楼破 咬牙切齿 身体不干 我请过你的门徒来 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说 不信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引来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然后 一直就是耶稣把那个鬼赶走了 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看见 那个关键性的看见呢 是在二十四节 那里说 那里说 孩子的父亲 孩子身上的鬼赶走 但是呢 很可惜了 那个门徒 没有办法来赶走 然后呢 去到 然后呢 这个二十四节的时候 就好绝望了 当时好绝望了 有人为 怎么可以做得到呢? 耶稣说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然后呢 那个父亲的孩子就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这是我要跟大家思想的 第二个看见 熟灵的看见 看见什么呢? 看见不足 那种无力感 在信仰上呢 没有能力 虽然是基督徒 但是没有能力 那是好可悲的事情 你知道当那个父亲 把孩子带到门徒面前的时候 门徒呢 还以为他们 可以解决这个事情的 不过呢 好可惜了 那个鬼呢 太饿了 太厉害了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些门徒都赶不出来 那赶不出来了 好尴尬 是不是啊 好尴尬 圣经呢 还说啦 他们在辩论 假如我是门徒呢 我就认了 我就跟不跟人辩论了 做得到就做得到 做不到就做不到 有什么好辩论呢 不过当时的门徒呢 就跟人辩论 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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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门徒就有这种情况 然后呢 他们就寻找答案 怎么才可以 怎么才可以把鬼赶出来呢 也就是说 在信的人 凡事到都难 所以要去到一个重点 那个重点呢 就是有信心跟没有信心的问题 就是说 有信的人 那个人就可以了 然后呢 那个父亲听到了 就好像听到个好消息 他有出路了 然后呢 他就流着泪了 这个圣经说 他流着泪 就对耶稣说 我信 我愿意信 不过呢 好可惜呢 我信心不足 我好软弱怎么办呢 求你来帮助 你知道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看见 当你看见不足 你才会祈求 你才会恳求 你才会得到 好像我口喝了 我才会喝水 谢谢刚才姐妹啊 给我喝杯水 因为我有需要 我要口喝了 所以我会喝水 肚子饿了 我吃东西 因为看见饿了 现在这个大楼啊 好方便啦 下面都是 东西有便宜 有贵 有贵的都有 因为看见不足 就会喝酒了 所以他就经验到耶稣的那一种大能力 他的儿子 本来被鬼附 现在不被鬼附了 这种看见 是因为他感觉到不足 他就有祷告 他就有恳求 他就有看见 好 这种无力感呢 是从怎么来的呢 这个无力感呢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好有能力的 觉得自己好棒的 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好棒呢 因为他从来没有面对过困难 比较没有面对过困难的人呢 他不会有无力感 但是他也不会有看见 这个爸爸所有无力感 因为他的儿子被鬼附了 他不能够把他的儿子能够救出来 所以他感到无力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妈妈 我从她口中 我就感觉她的无力感 她说 妈妈是怎么办呢 我两个女儿都不听话 两个女儿都听少年了 妈妈讲什么他都反方向的 所以有些家长都有经验 他要他的孩子向东 他是向西 他讲是要求他向西 他自然就向东了 这就是爸爸要求的 所以孩子都是这样 无力感 假如这个父母根本不关心他的孩子 他就没有这种无力感 除非他承担教养孩子的责任 他才有无力感 然后他也才有看见上帝的能力 我自己在长生的几十年 常常都有无力感 现在都有 现在都有 每年一月一月二月 那个无力感特别强 为什么呢 那个奉献好小 那个支持好小 我不想到教会怎么样 因为十一月十二月感恩节 复活节 大家都奉献了 那要到一月二月了 就有好大的需要 然后呢 那些康里的神的单还会寄来的 印报纸的单 不会因为一二月月放鱼马的 也还是要付的 哎呀 好多的 哎呀 总之 好多的单都会寄来的 看到那个单 就是无力感就出来了 哎呀 主啊 救我 怎么办 我曾经想过 我曾经这样 这是十年前的事情 想个秘密给你们听 不过 这个没有做 不过是想过而已 哎呀 我有时候想 怎么解决 这个几十年 每年都有的无力感啊 常常都有的无力感呢 怎么办呢 因为 为什么 脚身那么困难呢 因为他是没有一般会众的 没有一般固定的支持者 现在教会 每个礼拜天 来到街里都要受奉献啊 脚身是没有受奉献的 因为他没有会众 所以那个完全没有办法掌握 他的经济的来源 所以十年前呢 我们刚刚那时候 买了Horris Harding 长岛公路 那个使命中心啊 有没有去过使命中心啊 有去过啊 他的礼堂呢 可以做三百五十人 然后打通那个礼堂 连那个ball room 连那个ball room一起呢 可以做到一千人 哎呀 我说这样 假如我自己用同样的努力 付代价 好好传福音 好好传道 好好栽培基督徒 这个教会 就会慢慢发展 每个星期不同 每个星期不同 有一天呢 教会假如发展 假如 我是想一样想 假如发展到一千人啊 他每个星期 就有一千个人 来支持这个工作了 所以我曾经想过 不如 不如成立个教会好了 反正我自己的神学训练呢 是训练我做牧师的 不是训练我做CEO的 做总干事的 我是做牧养教会的 好大的感 这个想法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那个无力感太重了 我很想逃避 很想把那个无力感拿走 你知道现在好多的教会 他们假如每个星期努力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都会累直到一个程度 当时这样想是因为无力 不过呢 我后来还是 还是保持着 好我不成立教会 好好的 宁愿面对 宁愿面对 这样的每个月的困难 但是好感谢神 我没有做这个决定 我没有做这个决定 后来呢 我就邀请了那个博地利教会去发展 这个教会 从三十几年 现在十年之后 有三百多人 其实呢 再努力一点就可以更多人了 因为好多是朋友去 这十年之后 这过去2007到2017年里面 就因为我把自己继续放在不足 每个月都不足 每年都不足 在一个不足 在一个不足的情况下 我更必须要依靠上帝 我更必须要努力 那我也在这十年里面呢 更多的经验到上帝的恩典 因为否则我们怎么过 我们也过得很好 这个地方是这十年里面买的 是不是 我也可以跟教会要好多的合作 我不成立教会 但是我可以跟好多教会合作 看到上帝的恩典 我们的儿童春也要很好的发展 我们的儿童春也要很好的发展 所以呢 这个不足 把自己放在不足里面 愿意干愿 过一个你必须靠上帝 才可以活的那种时候 经验里面 你会看到更多 但是呢 我告诉他这个不容易的 我们都不想把自己 放在不足的情况之下 其实呢 要足也是不难 老实说 我把 现在差不多一百位童工 一百啊 Hundred 有一些 Home Time 传时间 有些 Part Time 部分时间 有些是 时钟 重点来计算 我把我的童工的数目 剪掉 就是剪掉三分一 那我就 我的不足感呢 就没有那么强了 你知道好厉害啊 现在的那个 保险啊 好厉害的 薪水啊 好厉害的 其实 美国的这个法律呢 也不准欠童工的薪水 它可以到劳工局呢 告理的 我们没有童工这样做了 不过它有 有权这样做的 这个压力好大 但是我们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怎么办呢 最好把它剪掉 我常常跟人说 单单奥巴马 五百块钱 一个童工啊 一个月啊 怎么办 所以呢 减少童工啊 你就减少你的不足的感觉了 但是呢 不足感 其实是帮助我们 更看见上帝的能力 因为你不足 你做不到 你无力 你可以经验到上帝的恩典 好 所以呢 弟兄姐妹 这个 怎么人 可以看到 神的能力呢 是你甘愿 承担更多的责任 承担更多的责任 教会里面 有更多的需要 你愿意来承担 在你不足的时候 你经历上帝 特别的能力 但是我在说 不是很多人 愿意把自己放在 这样的光景中的 我希望我们愿意 教会也愿意 承担更多 依靠上帝更多 第三 我们来看 第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 赶出他呢 耶稣说 非用祷告 有五觉再持有禁食二字 他意思是 他意思是 非用禁食 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 总不能赶他出来 好了 后来耶稣提醒门徒 有一种的看见 你必须要有一个更深的熟灵的追求 禁食二十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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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有一次有人去问耶稣 为什么我们的门徒 我们的门徒禁食 耶稣 你的门徒 为什么不禁食 你有没有看过这段圣经 所以耶稣的门徒也不禁食 禁食不是一个必然要做的事情 但是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 这种鬼好特别的困难 好难赶出来的 所以耶稣说 有一种鬼 有一种困难 所以你必须要祷告禁食 才可以赶出来 这是更进一步了 记得刚才我讲过 门徒投入参与 门徒承担更多 你知道他有无力感 这里说 你不但承担更多 你愿意面对困难更多 而进到熟灵的追求更多 然后你看得到 我现在有十年了 我每个星期大概有四天 我是六点钟了 我就去祷告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我能够承担 一般讲生的工作的一个秘诀 我觉得什么都次要 最重要我保持我自己 在神面前的警醒 祷告 但最近压力真是太大 尤其是我们买了那个 买了那个 我们要盖一个宣教室学院 这是更大的一个担子 这个担子我可以不担任 我是最近还有同工啊 我都不晓得他什么意思 他讲这句话 他说老牧师我真是好佩服你啊 这个是佩服啊 但是呢 他说这个 你竟然 竟然去 去你的这个连纪啊 我七十岁了 竟然这个连纪啊 还去 要做一个宣教室学院 所以呢 我是不晓得他是 他是笑我啊 还是尊重我啊 不过他跟我讲这句话 因为这个担子确实是好做 所以呢 我现在是有时候呢 我都会长一点 长十分钟十五分钟了 我去到祷告的地方 专门为这个事情祷告 专门为我的家人 我的小儿子还没有解分 所以我专门为他祷告 然后呢 然后呢 长十分钟呢 我专门为我的孙子 孙女祷告 因为有个担词啊 有一个盼望在前面 所以呢 我就更深的 更深的在福灵上 有所追求 我预备到这里的时候啊 我就想起圣经有另外一段 那里讲什么呢 耶稣对彼得说 把船开到水深基处 下网打鱼 然后呢 彼得就按照耶稣的吩咐 他说 虽然这条路我走过了 我整个劳力都打不做什么 不过呢 依从你的话 我就去了 再去一次 幸亏他再去一次 他更深的在这条苏林的路上更深的参与 所以呢 那次他打到好多的鱼 多小鱼啊 两条船都装满了 两条船都装满了 他看见圣服 头鹿所带来的一个荣耀的结果 就是两条船都满了 不但这样 假如你熟了个圣经 你回去可以看看 《路加福音》第五章 北德还看见什么吗 谁知道 除了两条船的鱼 当时北德看到了两条鱼的时候 他不适合兴高财烈的去算算有多少鱼 你知道吗 打了那么多鱼啊 最好不算啊 不数啊 都把它放在那个棒啊 去看看有多少鲸 多少棒 是不是 但是呢 当时北德没有这样做 是好特别的 他反而呢 俯伏在地 俯伏在耶稣面前 他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 罪人 大家都熟这个圣经了 哎呀这是个看见啊 非常重要的看见啊 有多少人看见自己是罪人的 我们都说自己的好人啊 至少我比你好 至少我比你好 我不好 但是我比你好 我们都是看见自己的好 很小看见自己不好 能够看见自己不好的人 他才会有更深的追求 是不是 这条 我觉得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这些兄姐妹 能够在树林的路上 更投入 不单第一个投入 北德 约翰 洋河 投入做跟从主的门徒 不单在承担工作上的投入 让他有无力感 以至到他更多的看到上帝的作为 这里是树林的路上 开到水深之处 顺服耶稣的吩咐 向前走 这是更深的投入 然后 然后 有更深的看见 这个鬼出来 最蓝的鬼出来 这是第三个看见 在转角处 常常有新的看见 神把我们带到一个转角的地步 你一转就看到 所以这个是树林的看见 第四 最后了 第四 我们去 这个三十一节 在前面 前面 三十一节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过三天 他要复活 我想问 在这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那一个字 是最能够表达能力的 你看看 复活 怎么去看到 古活的大人呢 是被杀 是被杀 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是叫死跟破碎 一个愿意死的人 他会产生莫达的能力 一个愿意破碎的人 他会产生莫达的能力 死跟破碎 要进一步的尾身 进一步的投入 这是一条死无灵的路 不舍得大家明不明白 在圣经里面呢 常常都有出现这样一种道理的 比方说 耶稣说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你不死了 你就是一粒 但是呢 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 许多的子力来 这就是死的能力 是不是 你愿意死了 你愿意死了 就产生莫达的能力 好像圣经里面讲到摩西 击打那个盆石 是不是 打那个盆石 然后水就流出来 是不是 击打 然后流水 我选的江湖 圣经里面讲到 玛利亚 她的玉瓶 打破了 是不是 这个圣经大家都应该懂的 都应该懂的 玛利亚献香膏 她首先打破了她的玉瓶 然后香味就流出来了 破碎 这些在树林的路上 都是非常重要 一个人在树林的追求上 一个人在树林的追求上 假如他死了 他看自己是死的 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 是不是 他都看自己是死的 那个窗盈 飞在一个 放到一个已经死人的 那个头上的时候 那个面上的时候 那个死的人 会把他拿走吗 不会啦 因为他已经死了 这种苍蝇的搞扰 没有再能够搞扰他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 好多情况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觉得被伤害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死 所以圣经里面 讲到那个死破碎的教训 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教会里面 假如学习死的功课 不会听到有一点点的批评 一点点的什么话 就会觉得一天不舒服了 因为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其实刚才圣禅的时候 我读那段 《哥林多全书十一章》那一段 第一节啊 他就怎么说呢 在主耶稣被卖 是不是 主耶稣被卖 在那个晚上 我读到被卖那个晚上的时候 本来我想跟你们在当时分享 被卖的晚上 却是一个最伤痛的晚上 被门徒出卖嘛 一定是最伤痛的 耶稣可能应该会想起 我难道只值三十两银子吗 你把我卖三万两还可以啊 我也值三万两啊 现在区区三十两银子 你就把我卖掉了 好伤痛 是门徒把它卖掉 其实三万两也是伤痛 被门徒卖掉总会伤痛 不过耶稣有没有管这个 没有 他那个时候还记念门徒 你们要记念我 告诉他 我的身体为你剥开 为你们死 所以当一个人准备好死的时候 那些卖 被卖 那些情况就算不得了 所以做基督徒呢 一个死的生命 会让他有更多的看见 复活是从死产生的 一个更有利的生命 是在死的时候 发出来的 所以四种看见 是不是 要四种看见 看见异象 看见不足 看见一个更大的能力 透过更深的遵求 看见福 透过死亡 我希望基督徒姐妹不单做一个基督徒 应该要让自己看见 最近呢 我去验眼 检查眼睛 医生说呢 我的左眼看得好 我的右眼不好 但是我是不觉得 或者说他检查出来 所以呢 我需要隔白内障 要定期隔白内障 要处理它 假如不处理的话 有一天 白内障越来越严重 就看不到 我的妈妈 已经离开世界了 她的白内障 真的完全看不到 我要拉着她 她拉着她走 如果她还斜着走 不是上面走 是斜着走 所以很严重 看不到 不是仅仅看不到的 我们需要给她处理 求神帮助 既然做一个基督徒 既然走在这条属灵的路上 我们的目的是要看见 我们坐在这里的目的 也是要看见 怎么能够看见呢 怎么能够看见呢 投入尾声 是不是 承担责任 让自己去到一个无力的感觉 进时祷告 不单祷告 更深一层 开到水深之处 可以的话 真的求神帮助我们 有死的勇敢 让我们尽力 护活的道 好 我们一起低头道 亲爱的主 这些话语 听起来好像好难 好深 因为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参与 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投身 甚至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破碎 但是主啊 我们相信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一个丰富的救恩 一个丰富的恩典 主啊 必须经过水火 然后进到丰富之地 主啊 你自己也是经过十字架的痛苦 然后复活 成就了万事的救恩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认定 这条熟灵的路是真实的 是可以找过的 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决定 在我们有圣经里 主啊 我们愿意更多的逃生 在这条熟灵的路上 当我们这样立志的时候 求你帮助 就好像那个父亲说 主啊 我信 我信的主 求你帮助 主 愿意越拉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